小赵 来 那个黄金虾可以再进两盒 那个番茄酱就不用再进了 好 你对一下去 阿康 今天晚上那个亲子教育课 挪到明天晚上了 那你挨个通知一下家长吧 好吗 嗯 好嘞 姐 去吧 好 好 我知道了 阿姨 我已经去过了 姑姑说那边暂时没什么事 反正你放心 就留在这里陪罗秀呗 怎么样 没事吧 没事 刚给他们交的这些医药费什么的 我都已经交了 但是得让他们签署一些文件 以免后续的麻烦 嗯 我送你去律所吧 我们先去看看奶奶吧 罗秀这儿离不开人 你留下来先照顾她 我带你去照顾奶奶了 走吧 你小心点啊 姑姑 现在廖律师呢 已经把问题都解决了 嗯 晶晶现在肯定是没事了 但是罗秀还是有点危险 我让晶晶留在那边 毕竟罗秀是她老板 奶奶 你吃个橘子吧 那你想吃什么 我出去给你妈去 我可不敢劳动你哟 我对不起 妈 这回晶晶啊 多亏了廖律师啊 这个人情是你欠的 跟我没关系 对了 还有张文那个情 也是你欠的 我可没让他把我送到医院来 奶奶 我这儿有个东西 您看一下 这儿有个东西 是张文给你的 是 他亲手给你的 张文 他跟我说不蒸房子 原来是真的 他本来也没想蒸过 慧晨 慧晨啊 我的儿啊 你能不能跟妈妈说说 这是怎么回事 你能不能跟妈妈说说 这是怎么回事 我的儿 我的儿 我找你 杨律师回来了 杨律师早 早 杨律师你回来了 早 杨律师早 早 杨律师 你终于回来上班了 我也没说我要辞职 陈律师早 廖律师 假期结束了 结束了 今天正式恢复上班 山峰苏叶顺利拿下了集团内部的招标 我让大海苏叶拿着自己的产品 去跟山峰苏叶谈了一下 山峰还是很满意大海的产品 也答应让大海代加工一部分的产品 现在两家算是达成合作了 我相信大海 再也不会找山峰苏叶的麻烦了 这个事我已经知道了 你处理得很好 不是我处理得好 只要这么长时间以来 是你对山峰苏叶的服务 让他们非常的满意 所以即便我们有错误 他们也愿意给我们改正的机会 这些都是因为你的经验 还有你的工作能力 我不是课班出身 走到今天不容易 每一个客户我都会 小心珍惜 认真对待 不敢往后 执手 不负责任 陈律师 那天 那天我说了一些不过脑子的话 我希望你能原谅我 一日为师 终生为师 你是我的领导 把我带进来 教会了我很多 所以我要认真地跟你道歉 希望你能够原谅我 对不起 那天后呢 我也想了很多 不管对你还是对Amy 我的确 也有做得不好的地方 以后我会注意的 我希望从今往后 我们能建立一种平等 互相尊重的同事关系 我也希望这样 加油 廖宝 我看好你的 你会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 至少是比我优秀的律师 陈律师 廖律师 前公寸的案子要马上开会了 你们赶紧去主任的办公室吧 好 马上来 好 我来了 老太太手术之前安排好了吗 你放心吧 王主任那边都帮我们安排了 这次谢谢你了 谢什么 这个时候你不是应该多陪陪老太太 也跑到这儿来干什么 我现在知道 因为钱购存的事情啊 把制衡地产 拖得是遥遥欲坠了 你虽然什么都不说 但是我知道 其实你心里非常苦闷 我呢 平时又帮不上你 是什么忙 难得这一次实力便安排我 到钱购存进行调解 我总算觉得除了陪你喝酒以外 我也能 尽得上绵薄之力 李恒基那边 给您安排了一个老专家 说是很快就能安排手术了 你就放心 然后这段时间 我可能要去钱购存 做个节目 等我昨晚再回来陪你 忙了吧 没事 不过奶奶就是想知道 这手术有没有风险啊 说实话啊 您这个手术啊 真不算什么高难度的手术 况且现在还有人家老专家呢 亲自操到 你妈心放肚子里吧 拖拖的 自己的身体自己知道 何况我还这个岁数吧 手术能没风险啊 奶奶 您真是害怕呀 我可一辈子没见过您害怕 奶奶到现在也不知道 那帕子是怎么写的 不过呀 我想着 有些事 我得给你交代交代 妈 您看您又来了 别说这些不吉利的啊 算了 你知道啥叫吉利 啥叫不吉利啊 就你哥哥那岁数 还知道留遗嘱吗 我这岁数了 有些事我不得说清楚啊 真是的 你先出去吧 我单独跟你广广说 奶奶 想说什么 广广啊 你呀 我是不担心了 至于那个廖姑娘啊 她会怎么样我就不知道了 但是你死气败烈的 非得跟她在一块儿 那以后你过得好啊 坏啊 就得看你小子自己的召唤咯 奶奶 奶奶恐怕是等不到那天了 奶奶 咱不说这个 奶奶说话费劲 你让奶奶把话说完啊 哥 她怎么样了 腿骨骨骨折 颅内没有鸡血 脑震荡有点儿严重 以后可能会有一些后遗症 还需要再观察一段时间 我今天就找她单独聊一下 你就在这儿 别担心 我能跟你聊聊吗 我能跟你聊聊吗 怎么是你啊 你如果是来让我离你妹妹远一点的 还是走吧 你会对她负责任吗 什么意思啊 你会对她负责任吗 我会对她负责任吗 什么意思啊 我会对她负责任的